耍我 他们很奸诈的 他们人是都这样对我 我不玩了 实在 实在 大家好 我是肖欣宁 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特别不一样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 《红星大奖2023》节目奖项的颁奖晚宴 听说今天除了艺人前辈以外 幕后工作人员以及公司高层 都会来参加 所以我今天还是乖一点点 端庄一点点会比较好 今天这场晚宴呢 会是由周崇信以及张也双一起主持的 除了会颁发七个节目类奖项以外呢 我们有多组艺人会呈现短剧 并且现场演唱入围最佳主题曲的歌曲 话不多说 让我们一起走入这圣诞的晚宴吧 让我们欢迎徐瑞琦还有郑六月 你说你到底是要他还是要我 你的世界我懂 谢谢大家 还没有讲完 我的世界只有你 你是我的全世界 你们是我的世界 好啦好啦 今天有入围很多个奖项对不对 嗯 会不会很紧张 应该蛮紧张的 应该 应该 我现在脑里一片公白 有没有最想要得的一个奖项 当然有啊 哦 哪一个 为什么这么小生 因为我们的二五哥在那边 哦 我还知道一件事情是 你必须要做一分钟的推荐对不对 是 让我们看到单子 你下来 那六月你这一次表演是一个你的世界吗 有没有觉得难度或挑战在哪里 就是我们唱的时候是不能够改key 我是原key 而且他是男生的key给我们唱 说真的唱起来比较舒服 哈哈哈哈 我也是这样觉得 我们现在来一段好不好 那你跟我们一起唱 来啊 好啊好啊 一二三开始啊 三二一 耍我 哈哈哈哈 你很聪明耶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梗了 他们很奸诈的 他们每次都这样对我 因为我们现在三位都是有入围 最受欢迎潜力新奖嘛 嗯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指向那一位 你觉得最有可能得到 这样的 三二一 我不玩了 欢迎她下一个可乐 耶 今天我要唱的一首歌呢 是遇见你真香的主题曲 叫做炼香 我这次要唱的 家妈梦想 就是Wadawa的主题曲 其实我们也在这个 同样的地点拍过 而且那时候是跟徐萍一起跳舞 对 跳了一支非常浪漫的舞蹈 好 太多了太多 为什么给你就变茶茶 你们两位有没有比较prefer 就是走抒情路线 还是要走那种rap啊 还是要走那种唱跳 对我是随缘啦 就无所谓 嗯 比较喜欢rap跟hiphop 你们有看她的出身视频吗 我有 我的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而且她wrapping style有分很多不同种类 是 太棒了 为什么你要放我跟她在一起访问这一段呢 急跟急 因为你这个人就是超级吵 然后Tasha就是特别安静 我们才知道我今天是俗女 我今天是什么 Ginger Bell 我今天是Ginger Bell 我插我的翅膀上去 我就可以飞了 我跟你讲 我们有入围最深欢迎前立信吗 然后是十大女艺人 对不对 然后我也知道Tasha特别特别的害羞 不像我们的可乐 一次拉票就直接叫一个人拉 就是删掉 我还要叫她们继续起来删给我 证明她一庭有投三票 你可以教一下Tasha吗 因为Tasha特别害羞 你有做任何叫人家投票的事情吗 没有 过的认识还有发在Instagram 过了 我自己就让你示范一下如何拉票 大家Tasha你就试试看好不好 来 请 今天洪青大奖流帮我投票吗 既然要投票 今天投票一庭可以投三票 等下我删令给你 Tasha 谁到了吗 请大家帮我投票 谢谢 我一定会投给你 他弄到我很像恶魔跟天使 就是 完全就是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 我们可以讲Jasper的 你们的名字 有请Tasha跟Jasper 哈啰 你们跟Mawah跟Color 对不对 对 会一起表演一个最佳短片综艺节目 是第一 两年我都来了 你们都请我 因为我来颁奖 或者是表演 你知道我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十二姐 对 好 有没有入围 至少有没有入围过 没有 Jasper 我听说你这一次 会跟狗黄大哥一起颁奖 我真的是非常地荣幸 讲真的 然后我当然希望等一下我们颁奖 可以颁奖给你们 你说到重点了 这时候我们就要问Dash 你觉得哪一个会得到 最佳短片综艺节目 我没有看过其他的 所以我觉得帅一帅一定会得奖 总经大哥你有听到吗 真的 你看 他支持的是我们帅说 重新大哥他的奖项不缺 我应该突然专心读书 是 你应该拿设计不是拿奖 那有没有哪一项入围了 最佳综艺或者是最佳短片综艺 你们个人很想要做的 Baniel的 煮饭的 四分钟不用讲话 当然是刷一刷了 你们又可以去体验很多东西 又可以去很多名人的家 世界就是你的舞台 我们非常感恩 但主持群已经足够了 谢谢 我们下一位 他们有空 找我啊 我们很有空 我们超有空的 叫我们 我也是 其实我最有空的 小欣妮你可以回家 恭喜大奖二人一二三 最佳电台节目 得奖的是 LOVE972早安 欲见蝗虫 恭喜欲见蝗虫 获得最佳电台节目 谢谢 这次连装三次 心情如何 是有预测到自己还会得吗 今年可能会有点小担忧啊 因为欲见蝗虫是 巨少离多 Marco要去拍电影 然后我又再念书 对 然后大哥偶尔还是要去主持节目 但最后还是成功赢下了第三座 而且上一次有说到 四座里面 一定要凑齐四座 然后一人一座对不对 对 现在只剩下一座还没有的对不对 那一座是谁的呢 我们不是 我们拿了都会去copy 确定打印 没有啦 就是这个讲座呢 我们都轮流放在不同人的家里面 就是说第一座就重新拿回去 第二座就是我拿了 然后第三座是兵哥拿了 我们再拿的话 那一座就是碧云 如果说明年没有拿的话 没关系 我们第五年我们再努力 总有一年我们会把第四座拿下来 放在另外一个DJ的家里 那这里有什么话想要对其他入围者 然后但是弱选的电台节目说一说吗 我们可以唱唱 因为是刷一刷 来 这种你最低 来 这种 我个人觉得做什么事要成功都要四个人 跟打麻将一样 一定有四只脚 强能个四平八稳 原来是这样子 我们明白了 那我们知道建民哥其实有放狠话说 如果有拿下十大最受欢迎男艺人的话 会送出四千元的旅游配套 当然啦 头奖四千元 对 二奖两千五 还有五份油铁 而且赔税 赔税 赔税 但是地点不一样 同一个时间大家一起睡 赔税 可以看得出大家的默契以及幽默感 正是实至名归 恭喜三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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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我们就让给周峰奖轨 蓝蓝轨 恭喜从岁高获得最佳短片综艺节目 心情如何 我觉得是主题吧 因为这个主题比较特别 就比较容易吸引到评判的眼球 有没有想过要拍第二系列呢 我说不想拍也不行 因为已经得奖了 但是如果会的话 我还是会去拍的 但是我觉得那个节目形式 可能可以改一下 因为我真的很怕 拍了那个节目之后呢 我回到家里 那一段期间 我一直疑神疑鬼 我总觉得 他们好像跟着我回来 我的家里有一个衣架子 然后我就会把我的衣服挂在那里 但是那一段期间 我总觉得好像有人在看我 真的好可怕哦 那我觉得你得比较好 你的感觉特别辛苦 那我也知道 重庆阁这次有入围最佳主持人嘛 有没有信心 觉得自己胜算大吗 你问我有没有信心的话 我有信心 但是其他主持人也应该也很有信心 所以每个人都很有信心的话 真的就要看评审了 好 那我就在这里 恭喜重庆阁 谢谢欣妮 新的世界 我们终 恭喜你 恭喜你这世界 我们统获得最佳戏剧 谢谢 借你拿一下 借我拿一下 好重哦 我没有拿很重 来 知道这部戏爆红的当下心情如何 我觉得当时有一点稍稍微的喘不过气 可是久而只是就 习惯了 习惯了 然后感谢大家这样子 那刚才其实两位没有说太多得奖感言 现在要不要讲一下下 我刚才有说 谢谢大家 喜欢这部剧 然后这部剧主要讲所有的就是 你要上发这台 给所有的朋友 请你们继续上发这台 谢谢 我就要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这部剧真的是 就是我们拥有了不同的方式去拍 不同的方式去演 我听到好多朋友们说 他们重新回来看新传媒的剧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喜欢这部剧 喜欢天才 喜欢红帽丹 喜欢 傅佳丽 傅佳丽 耶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那我知道两位 谁有入围最佳男主角 对不对 觉得自己的胜算大吗 我是觉得我真的胜算应该不大 但是入围我就非常享受 我觉得它是一个给我往前的一个动力 所以这样我就真的觉得 够了 我很开心 就好像你说的嘛 我说了什么 可以说再见了吗 我已经有在看 有啊 我是常看摔一摔 是我嘴见对不起 不是啦 别玩笑啦 就是我一个推动力 我希望我可以再往前 往前迈进的 完全认同 Rigino 其实我之前感觉稍微有多一点压力 但今天我们得到了这个 这家戏剧 我压力稍微少一点 因为如果人家在讲我没有赢的话 我至少有这个 最佳戏剧 对不对 谢谢两位 谢谢 好的 要再次恭喜所有的得奖节目 也要为所有入围的节目 台前幕后工作人员 大力鼓掌一起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把更好的节目呈现给大家 颁奖晚夜已经到了尾声了 我也要去吃东西了 再见 再见 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记得赞在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通知 视频不落开了 再见